彰化县永静香四方社区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 荣获第二届金牌农村决赛铜牌 也曾荣获优良空气品质进化区 模范社区殊荣 今天成立第349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彰化县长王惠美 四方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庸让 总干事卢清彤 财团法人鼎心河德文教基金会经理附属会 与各级明代道场接赠牌庆贺 王惠美也带来彰化生产的米粉 北斗油 彰化鸡蛋 彰化猪肉 为社区关怀据点加菜 表达对长者关怀与支持 我们应情的四方村 那感谢我们陈理事长 他这段期间来用心 那如何让我们的中部在地安养在地地上会照顾 那就是毁美丽跟我们中华管政府与这个目标 那在这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 乡镇公所跟我们的村里能够安排的 有社区活动中心的我们会优先来处理 每社区活动中心找到土地 管政府也会协助他们来去外交中心 最主要是希望中部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地上会照顾 通过中部来到我们社区 因为都是工资的头人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 有什么适合的部分 来这可以上课 运动 吃米饭 这样呢 营养过得好 再来运动 我相信我们中部会在这 时间过得很快 会这个更健康 更快乐 在这方面我们很多的向中部要走出来 走出来后你会更开朗 你会更健康 目前我们这个据点 目前是呼呼到28位的长者 现在年纪最大大概94岁 那基本上现在就是说也有一点失智的 小孩子都把他带回来这里 希望他能够来接触我们 接触这些人群 可能会可以延返他的失智 所以最主要我们办这个据点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长者 好 四方春我们讲的细Date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 我们四方春的人口老化已经算是超高龄 已经到22%了 那非常多的长辈在这里参加我们的关怀据点 虽然开始先做两个时段 慢慢的慢慢来增加时段了 那这里的长辈非常的可爱 最高龄90几岁 还是很空间的 看着非常的欣喜 然后我要特别的谢谢陈庸让理事长 他长期在社区的投入 他的又出钱又出力 全部的心力都放在我们四方社区里头 把环境打造 硬体打造的非常的优质 那现在来把从事软体的工作 对人的照顾 我想这就是社区的精神 四方社区 赞 永进乡公所 赞 彰化县政府 赞 据点三四九 赞 二一 战四 结合 干什么了 万一 赞 永进乡公所 赞 彰化县政府 赞 阿 这负货 不 这负责 我 但是 不 大胜 彰化人彰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